他聊到了教育界, 那说在导扁运动前后, 也就是在这位台湾朋友大学毕业后, 他辗转认识了一些教育界跟补教界的人, 他说那个时候呢, 就是很多的老师和学校的校长也想去中国发展, 其中不乏名校或明星学校的人, 例如这个敦化国小, 他们早就以所谓学术交流的方式跟对岸有接触, 那包括说他们开设三间台商学校, 那他就说到说台湾跟其他国家设立的这些学校呢, 跟台商学校的本质是不一样的, 因为这个开设的所谓的台湾的私立学校,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教学方向和内容, 要通过中国的文字及内容审查要求, 学校边领台湾教育部的补助, 边拿中国提供的资源, 表面上使用的是台湾的教材跟台湾的老师内容, 教学内容和方向却完全是按照中国的意图在教, 教什么东西你也可以能想象得到嘛, 那然后呢, 他说这些高层学长带学弟一个带一个的到中国各地协助办学, 他说他就听过说天津昆山的学校借由台湾校长等级的人, 来挖角这位台湾朋友认识的一个国小的老师, 这位国小老师当时的校长, 校长私下问他想不想去昆山的小学任教, 对方可以开三倍的薪水, 三倍的薪水, 那出了薪水还会给台湾籍的老师很多额外的优惠, 例如房子、车子、各种补助款, 这位校长还炫耀自己手机里有很多厅长跟政委的联络电话, 一个校长哦, 一个台湾的校长哦, 他手机里有很多的厅长跟政委的联络电话, 那但是这位老师呢, 他就是以子女还小, 需要有人照顾为理由拒绝了, 这位老师本人直到现在还继续在台湾教育的第一线努力, 所以说当我们说到说台湾的教育界蓝大于绿, 就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,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, 就是永远都有非常非常的热爱台湾的人, 一直都在坚守, 哪怕是在台湾最危险的时候, 这些人也在坚守, 所以千万不要一杆子打翻遗传人, 不要打翻整个教育界, 打翻的这些学校, 这些学校里面有大量的人默默的在坚持, 那说除了他之外, 他也听到同校其他老师被邀约的传闻, 那就说一个基层老师能拿到三倍薪水等等等等, 房子车子补助款, 你就想想是个校长, 他会有过个多高的这个待遇, 你想他手机里都是厅长和政委的联络电话, 那这里他提到的这位校长, 就是这位校长, 手机里有很多厅长和政委的联络电话的这位校长, 那之后呢这位朋友也会提起他跟高嘉瑜之间的关系, 这位校长他在高嘉瑜出来的时候, 整个这个学校校长老师都支持高嘉瑜, 好吧, 这就是高嘉瑜他背后, 他到底是谁在支持他, 那好, 然后呢说补教业也是这样的, 补教业, 那说这个中国啊, 这个高压竞争的环境啊, 父母非常愿意花钱在孩子身上啊, 所以补教业是高速发展啊, 不断从台湾挖脚师资啊, 价钱呢一堂课是在台湾的三倍以上甚至更多, 那目标呢都是很多都是小有名气的讲师, 作家, 艺术家啊, 那中国呢也常办各种文艺比赛啊, 创作比赛, 找台湾人当评审啊, 但这个人可能在台湾业界不是很有名, 甚至只是个年资不久的新人啊, 那但是呢, 就是说都是会被邀请啊, 都有好处啊, 所以是就让人觉得怀疑说, 哎, 到底他们邀请的是因为这些人优秀, 还是仅仅因为他们就是台湾人啊, 那而且主办招待他们的呢, 都是当地的教育厅啊之类的, 那当然就满足了很多台湾人的钱包啊, 虚荣心啊, 各方面的啊, 这些东西啊, 那当时呢, 这位台湾朋友就认识一个在台湾教美术的讲师啊, 那因为台商的牵线啊, 那常去中国啊, 当一些补教公司或者教育厅举办的才艺比赛的评审啊, 也去当讲师啊, 然后开架十拿薪水是台湾三倍, 机票十速全包啊, 那本来他很开心啊, 因为当时台湾补教业因为少子化变得前景堪律啊, 想说呢, 中国工作变成他的另一份保障啊, 但是呢, 等他去了几次之后啊, 那边的中国官员就希望他多引诫一些同业有名的老师来中国发展啊, 还打包票, 如果他能帮忙会让这边啊, 中国的补教公司帮他安插顾问位置, 月薪可以给他目前在台湾的价格, 一个月他只要来中国几天就好, 也不用放掉台湾的工作, 让他考虑看看啊, 您就看到没有, 就是说可以给他在台湾同等月薪, 一个月只要去中国几天, 只要他愿意帮忙引荐更多的人到中国去, 那他本来有心动, 但是到最后没有答应啊, 因为最后一次他到中国的时候, 那中国这边在酒局引荐他认识一个公安体系的官员, 大家听清楚啊, 这个台湾的只是一个在台湾教美术的一个讲师, 在台湾教美术, 小有名气的一个讲师, 一个艺术家啊, 好吧, 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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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, 那去中国呢, 也没做些什么别的事情, 就是去当评审呀, 当讲师啊, 就只是这样, 但是呢, 却被引荐了一个公安体系的官员, 好, 那然后呢, 说, 这个中间的这个介绍人, 说是这个官员呢, 觉得这位讲师很优秀, 就找机会想跟他认识, 整个酒局一直在讲好话, 态度也极为亲切, 那虽然说当时并没有说出奇怪的话, 或者做出奇怪的行为, 但是这位美术的讲师就觉得不太对, 他毕竟是公安体系的官员, 所以呢, 这位台湾人就, 就是呼隆过去, 之后呢, 就跑回台湾, 就再也不接中国这边的工作, 台商的电话也不接了, 后来多年后, 他辗转听到, 这位引荐他的台商从中国逃回, 直接放弃当地很多的事业, 这就是, 这就是我有时候跟大家讲, 就是他试, 他去想, 他想去赚这个钱了, 他想去, 觉得说, 哎呀, 就是三倍的薪水, 为什么不赚,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, 他就愿意去做间谍, 不是, 你看到很明显不是, 很明显不是, 当他感觉到说事情不太妙, 怎么跑来引荐给我一个公安相关的人, 他马上撒腿就跑了, 这个时候他三倍的薪水也不要了, 就说只去中国几天, 就能有一个月工资的, 这个顾问薪水都不要了, 因为他感到这个东西危险, 他感到这个东西危险, 所以这就是我说, 就是大家, 就是很多很多事情你要分开来看, 就是他之所以就是去, 是因为钱, 没错, 但他还没有到了说为了钱, 就出卖国家的底部, 很多很多人都没有, 所以他说到说为什么台湾这么多文艺界, 教育界的人, 土生土长的台湾人, 有那么多挺中的奇怪言论, 就是他们被收买, 被渗透, 那肯定是非常非常普遍的, 最后他谈了这个高嘉瑜的这个事件, 那就是说, 这也是这位台湾朋友的长辈的亲身的经历, 就是说在2010年高嘉瑜第一次参选议员, 大家注意是第一次参选议员哦, 当时呢, 就是这间学校的老师, 就主动的跟家长推荐高嘉瑜, 连他们的校长也是, 在家长会跟义工团力, 极力的推荐高嘉瑜, 而这个校长就是刚才提到的, 去中国协助办学积极招揽挖角的那一位, 校长, 就是那一位手里有厅长, 政委, 什么电话的那位校长, 而他在2010年就极力推荐高嘉瑜, 那他提到高嘉瑜在参选前, 就去有去演乡土剧, 2009年的娘家, 他会去民事演戏, 也是当时民进党大佬牵线, 目的是让一些婆婆妈妈对他有印象, 提升知名度, 提升他隔年参选的胜率, 说高嘉瑜的参政录, 本身就是一本精心计算过的剧本, 有人盘算扶植一个新生代, 为他拟了这个剧本, 但他心里的剧本, 只能说不只有民进党的那套, 才有现在这些事件, 有人在我的优管下面评论说, 为什么我从来不批评民进党, 我就说有啊, 我怎么没批评民进党啊, 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, 我骂得他狗血淋头好吗, 对不对, 对不对, 我这是一个反共的频道, 也是一个抗中保台的频道, 就谁不抗中保台我骂谁, 谁不反共我骂谁, 没有在管你是民进党籍, 还是国民党籍, 还是民众党籍, 还是时代力量党籍, 管你是谁, 知道了, 但为什么你看不到我骂民进党呢, 是因为民进党党内绝大多数, 绝大多数都是抗中保台, 那出了一个高嘉瑜, 我不认为这是民进党的问题, 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, 对不对, 这个就是等于说, 林子大了, 什么样的鸟都有, 是不是, 你不只能指望民进党党内, 全部都是清流, 没有异股着流, 就是你要那么求全责备, 那你就上天成仙去吧, 人世间不适合这样的仙女, 仙男生存, 好吧, 如果你指望说人世之间呀, 全部都是清流, 没有一丝的着流, 那建议你升天, 你升天, 所以说我不会拿着高嘉瑜说的话, 批评民进党, 因为就对, 那就是高嘉瑜, 对吧, 高嘉瑜他有问题, 我骂高嘉瑜就OK, 那为什么我把国民党拿起来骂, 因为国民党里面全是这些人呢, 国民党里面全是这些货色呀, 什么有一个国民党的立委, 跑到了中国去见宋涛, 然后说代表原住民说话, 结果被扣上说是台湾少数民族, 原住民族, 原住民族你们变成少数民族了, 你们变成中国少数民族了, 这不是国民党立委干的吗, 国民党立委这样的立委一堆一堆的, 一堆一堆的, 所以说我当然骂你国民党啊, 你国民党这个党的政策, 你党的章场, 你党的立场, 那我就骂你全党啊, 我骂你全党, 因为你们党里全是这些人呢, 对不对, 你要像民进党这样说, 九成九都抗中保台, 出了一个高嘉瑜, 那我就骂高嘉瑜, 我不骂民进党啊, 这个很明白嘛,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, 谁不反共我骂谁, 谁不抗中保台我骂谁, 谁抗中保台我支持谁, 谁反共我支持谁, 就这回事儿, 就是说实话, 这个东西, 这个东西就是很难理解吗, 很难理解吗, 我为什么挺民进党这个东西, 很难理解吗, 真是, 不理解的人, 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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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你不理解的人, 你觉得说在台湾你可以抗中保台, 不挺民进党的人, 我觉得你, 你真的那是, 就我不知道我怎么, 我怎么解释你才能明白, 就现在全台湾, 现在全台湾, 抗中保台大齐, 不是民进党挺着, 是谁挺着, 我非常反感抓间谍的这个事情啊, 所以说我不会来说谁谁谁是间谍, 我不会来说谁谁谁是怎么样, 但是说高嘉瑜背后有没有红色的力量支持, 我相信有, 我相信有, 哦, 哈哈哈哈, 不然你, 你不足以解释高嘉瑜的种种作为, 你什么时候听过高嘉瑜支持抗中保台的政策, 你天天的看到高嘉瑜在给抗中保台的民进党捅刀, 所以说我就是这样, 就是说民进党里面, 就是所有他们选上去的立委, 目前我都没有意见, 就是出来要选的立委, 我都没有意见, 只有高嘉瑜, 只有高嘉瑜, 我觉得高嘉瑜这一席立委, 大家仔细的思考, 你是愿意让中国在台湾埋藏的代理人, 进入台湾的国会, 你真的愿意吗, 就只为了名义上多了民进党的那一票, 你要知道, 这样的一个代理人, 他在最关键的投法案的时候, 他很有可能会按照中国的意志去投票, 他是民进党的党籍, 但他真正如果是中国埋藏进去的代理人的话, 他的投票行为并不受民进党控制, 我再说一遍, 台湾是个民主国家, 他是民进党的立委, 没错, 但是在最关键的, 你可以想象一下, 此刻譬如说是某一个非常的紧急的时刻, 你需要这个法案的通过的时候, 高嘉瑜在此刻, 他就是投了中国希望他投的那一票, 他对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会是多大的, 民进党名义上多那一席, 跟你把一个中共代理人扶植入台湾国会, 你想一想这两件事情什么危害更大, 你想一想什么危害更大, 我是说名义哦, 你是名义上民进党多一席哦, 你要知道在关键时刻的投票行为, 我再重复一次, 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,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志投票, 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, 大家记不记得加拿大的董涵鹏, 大家记不记得加拿大的董涵鹏, 我给大家讲过这个故事, 他的前任都是自由党的, 都是加拿大的自由党的, 左派自由党的, 他的前任不够听话, 因为他的前任想去台湾, 中国共产党不高兴了, 你想去台湾不是好东西, 把前任搞掉了, 换上去了董涵鹏, 怎么换的, 老人袖口底下写了个条, 寒冬, 就投寒冬, 几个大巴拉过去, 找这个国际留学商, 因为加拿大自由党, 很奇怪的一个规定是, 不是加拿大国籍的人, 只要居住在这个区域, 也可以在党内投票, 党内初选投票, 党内初选投票, 不是加拿大大选, 把国际留学商造了假的这个住家地址, 过去投, 投寒冬, 董涵鹏上去了, 想去台湾那个人下来了, 想去台湾那个人下来了, 董涵鹏上去了, 然后, 在置为关键的一个关于维吾尔人的投票, 关于维吾尔人是否遭受种族灭绝的那一场投票里面, 董涵鹏没有投票, 董涵鹏齐全, 如果台湾在战争中, 如果中国武力入侵台湾, 此刻台湾必须马上通过关于动员的, 关于战争的, 关于很多重要事项的紧急的法律, 此刻高嘉瑜作为中共在台代理人, 投下了关键性的一票, 民进党名义上有那一票重要吗? 不重要, 因为这个立委他可以在任何一场投票中投他想投的票, 自由党别的议员大量的投了支持认定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, 因为这样, 所以加拿大国会认定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, 但董涵鹏没有投, 董涵鹏没有投, 他没有决定大事, 因为中国在加拿大, 他的渗透没有那么严重, 他在国会中的代理人并不那么多, 台湾生死存亡之刻, 战争爆发的时候, 中国在台湾国会内部有一个中共在台代理人, 大家好好想清楚, 大家好好想清楚, 民进党名义上多这一席, 真的重要吗? 你为什么希望民进党多一席, 因为你希望在通过重要法案的时候, 在关键的时候, 那个人会投下为台湾好的一票, 你拍着胸脯, 你问问自己的心, 你问问自己的脑子, 你告诉我, 你信任高嘉瑜, 会在台湾生死存亡之刻, 投下最关键的一票, 保卫台湾吗? 你告诉我, 你相信吗? 如果你不相信, 仅仅因为他挂着民进党的牌子, 你就投他吗? 我就是, 我就是很简单, 高嘉瑜, 我绝不, 就是我绝不信任高嘉瑜, 我绝不信任高嘉瑜, 这个话不是在我看到这篇投稿之后, 之后盖的, 不是, 看到这篇投稿之前, 我也绝不信任高嘉瑜, 我不信任高嘉瑜, 会在台湾生死存亡之际, 做出为台湾好的决策, 就是这样, 就是这样, 说句实在话, 我不信任高嘉瑜的程度, 甚至超过国民党党内, 某些, 某些不那么亲中的立委, 我画料在这, 国民党是卖台党, 没有错, 但国民党党内, 有抗中保台的人, 有抗中保台的人, 而高嘉瑜, 高嘉瑜, 他是中共在台, 埋下的一颗棋子, 很多朋友不喜欢无心带, 我理解, 你可以不去投票, 好吧, 你不喜欢无心带, 你可以不去投票, 我喝得出来, 我跟你们讲, 就是这一席, 就给蓝, 就给蓝营, 我喝得出来, 台湾也必须喝出来, 我真的跟大家讲, 就是高嘉瑜他给民进党, 给绿营, 给台湾造成的伤害, 他远比一名普通的国民党的立委要大, 因为哪怕是一个国民党的卖台的立委, 你知道他卖台, 对不对, 你知道他卖台, 而高嘉瑜不是, 高嘉瑜打着爱台湾的旗帜, 打着绿营的旗帜, 他捅绿营刀, 他出卖台湾, 你想一想, 你想一想, 两军在战场上交战, 你前方的刀剑你不怕, 你怕后边的冷剑呀, 你怕后边的冷剑呀, 所以说, 就是这一席, 我宁可给蓝营, 我认了, 我宁可给蓝营, 绝不能给高嘉瑜, 这就是我的意见, 就是你们喜欢投无心带, 你就投无心带, 不喜欢投无心带, 你就不投都可以, 你不投都可以, 我觉得最理想的当然就是大家都去投无心带, 大家都去投无心带, 至少这一席还在绿营手里, 至少这一席在绿营手里, 但如果你做不到, 你就是讨厌无心带, 那么请你别去投高嘉瑜, 就这样, 请你别去投高嘉瑜, 如果是我的话, 我会投无心带, 我也支持无心带, 但是我理解有些朋友对他有一些其他的想法, 但是就是说, 无论如何不能让高嘉瑜上, 我觉得无心带不错, 我真的觉得无心带不错, 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的话, 去投无心带, 去投无心带, 但是哪怕你不投, 也请你不要投高嘉瑜, 好吧, 嗯